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物质生活的丰富程度画上等号 见世面也成了新时代女孩追逐的标配 小英镇的突然听朋友说 关于一个女孩所谓的要见世面 听完之后我倒写一口两起 刚刚满二十岁的女孩 净裸带五千块出去旅游 说得延迟早早 女孩子一定要趁着年轻 要多出去看看走走 结果吕阳又回来 等待她的是利滚利 几万块的利息 而她死活都还不上 大家这才知道 她的家境不好 父母都在工地干活 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书 如今鲁罩全部散播于社会 她觉得没脸前人 学校也不敢去 害怕别人在背后 对她指指点点 无法想象 接下来的生活 她将如何度过 脱胎换骨 还是依旧如此 现在不少女孩子 为了追求世面 不管本身经济条件好坏 依然放飞自我 买YSL的口红 RV的包包 每个季度都追逐 潮流换大牌的衣服 各种的水乳 面霜 化妆品 口红 都数不成数 认为素颜出门 就是在裸奔 去肩人房子拍 绣出自己的大长腿 以及A4纸的小细腰 还有36C的胸部 国外各个城市 旅游照片打卡 在米其林星级餐厅用餐 市民发个朋友圈 刷个存在 盲目追随金融界的大佬 炒股炒房 银行基金 什么的样样不浪 但让人反感的是 不少自认为 见过市民的女孩子 内心极度膨胀 每天把优越感 写在脸上 总是喜欢嘲笑那些 缺乏高端大气 上档次生活的女孩子 我昨天刚在实体店买了一个 M2的唇釉 你的那个MAC小辣椒算什么 好便宜 你既然用的都是国货化妆品 我用的都是韩国日本的 你都不敷面膜吗 哪有女人不敷面膜的 你用这种劣质的化妆品 你都不怕烂脸吗 主持人孟飞在节目中说过一番话 所有优越感都不是来自 容貌 身材 知识 家庭 财富 地位 成就和权利 它只是来自缺乏见识和缺乏悲悯 那些秀出来的优越感 很多时候是源于内心不安 基于展示优越感的人 内心的自信 许多都是装出来的 我觉得 一个真正见过世面的女孩子 不一定要有 多么奢侈的消费 而是一定要体验不同 体验多了 也就更容易接纳 更多的不同 对人也就 多一份平和 对物 也就多一份珍惜 对世界 就多一份谦卑 爬的山多了 才知道山外还有山 读的书多了 才越发感到 自己无知 反过来也一样 喜欢用自己的价值观 去揣测整个世界 肆意批判别人的人 其实见过很多事物 也不见得过 有多大失眠 那么什么才算是 见过失眠呢 知乎让对见失眠 有个划分标准 第一 知道天有多高 第二 知道坑有多深 第三 知道我在哪里 第四 知道世界 还有左右 真正的见世面 见的不是世面 是人生 又问了梁朝伟 有这么一句台词 见天地 见自我 见终生 有的人见世面 抬头网上看看就好 知道这个世界的顶点 在哪里 知道什么是 最好吃的食物 什么是最美的风景 知道最牛逼的人物 他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而有的人要亲自走进 世面里 才能知道 人间烟火里的 那些繁华 都市背后的真相 你起码要见识 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则 知道那些套路 知道贫穷 了解过人性之恶 经历过苦难 和挫折 当你见识过这些之后 你应该 要能看得见自己 对自己有个清楚的定位 不盲目攀比 比自己优秀的人 也不随地 践踏 不如自己的人 心态平稳地 过好自己的生活 你要记得 自己的起点 才意味着 找到自己的边界 并不是站得高了 就能回飞 最后见识过 无穷世面的你 理解了世面的 包容性和多元性 除了对错 善恶 还有多种 平叛的维度 不再用单一的 自我思维 去思考世界 能积极拓宽 自己的视野 接受新的言论 让各种观点碰撞 知道我们生存的世界 有灵且美 人间值得 所谓世面 就是世界的 美一面 所谓见世面 就是月经千帆 归来 还是少年 你就像是山林和大海 翻唱或是少年 就像小鸟和马一样 少年啊 你好吗 去吧 去蓝天白云香 乘着不害怕 悬条路出发 不要回头 乘着少年啊 不要觉得你不够无奖 越纯洁越是一种绽宝 少年啊 你好吗 走吧 去看世界的美好 乘着不害怕 悬条路出发 不要回头 乘着少年啊 也许你会犯所有人都犯的错 也许你会为一些人这些折磨 也许你早已一万五千种可能 这首就是神圣 我说我许你最好的美好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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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